那么讲了这么多意外 到底政府其实有没有给一些津贴给 商家们因为 一想到意外他讲哦 我又要upgrade system了 又要去消费了 又要去上课了 到底有什么incentive啊 OK基本上呢 现在政府有给的incentive有这三个了 第一个就是digital digital grant 就是说如果你们商家们 当你们要去upgrade你们系统 你们去买software 你们可以得到 最多5000块的一个回扣 so这个就是你们要去跟你们software 东西去商量这个 这个grant是怎么去申请 一般上是由你们software去 会帮你们去处理这个grant的 但是他他这边说 只给SME就是说 中小型企业 那么中小型企业的定义是由 SME Corporation那边去定义的 不是根据incentive的定义的OK 另外一个就是capital allowances OK一般上如果你们去买收费啊 买电脑啊 你们都可以climate capital 以前是用三年 现在四年 现在会缩短了变成三年 就是说你的IA变成40%第一年 AA就是20% 所以你就会缩短你climate capital 或者是那个那个年份 最后个讲的test detail test detail讲的就是 最近很流行讲的ESG ESG就是那些 去associate environmental的 搞们那些ESG的 expenditure so当一些商家们 他们去implementESG的时候呢 有一些什么优惠呢 在里面有提议到就是说 如果这些中小型企业 他们需要到consultant去协助他们 去implement这个e-invoice的情况之下 他们能够获得 income test detail 他现的折扣up to 50,000 ok 就是说如果这些中小型企业 我要找你要找consultant的话 你那consultant charge 你那个consultation fee 其实你们可以获得折扣的 要不然的话 其实他是获得折扣的 所以他是说 在2024年到2027年之间 这些consultant fee consultation fee for e-invoice implementation 他是可以获得test detail 但是他是说只给中小型企业 这个中小型企业讲的是 income test在他们的定义里面 你们是属于中小型 还是不是中小型 ok 这个你们可以问你们的 要知道你们是不是中小型 你就问你们test agent ok ok 这个是一个给你知道在 你们如果要更多的资讯 你们可以login 进这个income test的网站 在这个e-invoice里面 这些都是他的guide ok 这些guide你们都可以login进去 把它倒露下来 如果你要时间 你们都可以去把它倒露下来 去慢慢的细读去看 如果有任何industrial guide 他会update在这边 ok ok so 基本上今天的e-invoice 我已经 结束了 这个 这个是我公司的名片 ok 我们的公司是 casual and go 还有casual taxation 在booking 交流 ok 所以我们有提供这些 audit test seal access visit visit accounting 或者e-invoice advisory 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 关于到e-invoice 你们想要问我 你们可以email给我 ok 或者打电话给我 ok 你们可以拍照下来 这个是我的名片 ok so 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 来参加参与这个e-invoice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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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